我們看他今天就透過一個 黃國昌的連連看的方式 他也做了一張圖連連看 那他的連連看是說 中華電信下面有一個子公司 四方電訊 然後說是不是四方電訊給了你資料呢 因為他其實都是推論 他也不曉得 推論 然後今天在質詢的過程 他要講說四方電訊 就是中華電信子公司 他的營業項目包括 中華IDC 就是網路資料中心 那中華電信唯一擁有IDC的子公司 就這一家了 接貨爆料 是四方電訊 可能就是國安資訊的破口 也有可能是王毅川的資料來源 他是肯定據嗎 可能 一直都說可能 那接著我們看 中華電信今天是副總林文治來 他說 運作都要依據法規 我們的資料跟民眾的資料 沒有儲存在四方 所以我就有疑問 假設是手機 我們的訊號不是都是中華電信嗎 不然台灣大哥 台灣就是四方有處理手機的訊號嗎 那有 不是 那如果是不會 走出發電信 走四方 他的連連看 他是要連作會我的疑問 四方就是一家IDC公司 所以他不會有客戶的個資 他也許算有空間企業的資料 來放在那裡 他有這個管理那裡 應該叫做機房 一座一座的檔案 電腦 或是有些企業的雲端 雲端 他就有這個管理 他算資料管理中心的概念 你把它做這個空間 其實今天在這個資訊 出來的時候 我聽到 因為我聽到 我聽到說什麼四方 我想說四方是什麼 那又騷我有關係 四方 然後我就去Google四方 我還Google錯 你打了別的四方 你以為是八方雲竹 然後後來我看了 我在看那個影片 原來是是不是的事 然後他就弄了這張圖 說什麼四方的那個什麼負責人 還是什麼 有給我資料 但是那個人說 也不認識 就是說這個上面的這些名字 這些名字 我只聽過陳忠燕 其他那張年齡看的圖 所以硬要說 這一個資訊 就是說硬要說 這什麼四方給我資料 然後我去談論談論什麼 其實這種就是 他其實在轉移焦點 然後想要把他弄到 另外一題去 然後去規避他 今天就大家質疑他 鏡週刊報的這一些內容 這些內容 其實我該講的 就是說我在 就坐在這個位置上 我做的那個評論 其實這個我已經都跟檢方 都跟檢方講得很清楚 那檢方問的問題 我也一一都回答了檢方 大概就是 那因為這個 檢方問的內容 我也不可以對外講 侦察不公開 因為你董事人 不過 鏡週刊是說 他是記者 他沒有那個問題 不過因為你董事人 所以你不能接老 我不能 已經叫我去問過了 我出來有人說 來 檢察官第一題問我什麼 我回答什麼 第二題問 不能這樣 所以對這個案子的 裡面的相關的這個內容 我就沒辦法再繼續講 但是今天許曉鑫講這個什麼四方說 說實在話 這個公司是什麼公司 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後來我才看到中華電信給的那個聲明說 原來他就是應該說 蓋上的雲端 蓋上的這個機房 可能公司放不下就去把中華電信做這個空間 要就輔助管理這一些空間的公司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理解 換哥幫我補充一下 我的手機訊號是中華電信 我的資料會到四方去嗎 不會 不會 四方他叫做IDC 什麼叫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網際網路的資料中心 他有點像是提供一個資料管理的空間 或者是有點像你跟他租這個雲端 那四方其實一開始不是中華電信的 他是1991年成立 2006年才被中華電信 你真的是行走的資料庫文 有查了一下 2006年才被中華電信買下來 變成子公司 那今天中華電信的高階 總經理或副總 他們在立法院區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因為中華電信 他是屬於擁有我們各資的一個電信業者 那他的資料跟四方是不會互通的 四方在做他的業務的時候 也不需要用到中華電信的資料 那許小新拿了這個 蔡英文的政治獻金的這個選舉支出 裡面有幾項說什麼有付款給四方 然後就以此來連結說 那因為四方跟民進黨很好 所以王毅川一定是跟他要的資料 蔡英文選舉的時候給四方錢是幫他做大數據跟資料分析 這本來就是四方提供的服務之一 那也要付費這都沒有問題 這都完全合法的 但是他的大數據資料 中華電信講得很清楚了 他們的個人用戶的資料不會到四方去 那你四方 因為他也不是 因為誰手上會有手機用戶的資料 就只有電信業者 就譬如說中華遠傳 台客大亞太這些公司 四方不會有 請問你們誰的門號是四方電信的門號 沒有嘛 你光用這一點想你就知道 你如果沒有申請 如果沒有四方電信的門號 那他如何取得你的個資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許小新就是連連看 不過如果用許小新連連看的邏輯 那我覺得他們一家都是詐騙集團 因為他的邏輯不是叫A連到B 然後B連到C C再連會到A 那他們一家不都是詐騙集團嗎 我們來看過去的許小新 剛剛電影律師有提 他最喜歡 按鈴提告之前先發彩通 跟大家講 我人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 你看衣服 這是真的 因為每天他那個OTTD 其實大家都滿關心 他是哪個品牌的衣服 每天都不一樣 奇怪 昨天去告就沒聲沒睡 反正記者就追著他問 然後他一路走 在先生在這邊 底下邊邊 那我請教阿苗 剛其實敬言想要表達什麼 他是順著這個許小新的邏輯 大姑的先生杜秉承 他就是一個詐騙犯 他講話沒老信 所以呢 他講的話不可信 不是老實的 因此反正 我許小新就是坦白的 我就是誠實的 這個論點可以說得通嗎 許小新說 他說這個詐騙犯杜秉承 講的話呢 這個他說是就當張空氣空污 但是你知道空污的來源有很多種 有這個固定式的也有移動式的 像許小新他可能就是政壇 很大的一個移動污染源的來源 因為他也很喜歡拿了一張照片 給人家看圖說故事啊 給人家連連看啊 然後過去多少的烏龍爆料通通都錯的 你也沒有看到他出來說不好意思 這個許小新為他自己釋放空污而道歉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看這個 我其實也沒想到啦 又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小新世家又有新的續集出來 這個在我看來啊 其實就是說你們這一家子人 牽涉到有金流的疑似詐騙的 疑似洗錢的 現在就是處在一個互咬的階段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看了這種刑事案件看多了 對不對 大家都會指責別人啊 喔 是你有問題 不是我 那這種互相咬來咬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不要只信一邊啦 我們應該要去比對說 到底在多重的證據之下呢 到底誰的說辭是比較可信 當然因為現在偵查不公開的關係 我們也不像是許小新每次什麼信箱啊 都會收到一些什麼奇怪的資料啊 就隨便拿出來亂講啊 對不對 大多數的資料都在檢察官手上 讓檢調去講 不過回過頭來 許小新 他倒是沒有說清楚說 那一百萬 從頭到尾是什麼 就一開始他又講說 這個他是電腹嘛 後來又講說是送的嘛 後來一百萬又變衛生紙嘛 你看我們現在在複習前面 八百多級的劇情 可是因為那個一百萬 說是房貸的利息 這其實完全不合理 因為沒有人的利息會 沒有人一次付一百萬的 這太奇怪了 可是在這個故事 如果大家把前面急速掉出來看了 你會發現 許巧新翻供的速度 搞不好比杜炳城還快 對不對 他又講說杜炳城不可信 奇怪了 你每天說辭翻來覆去的 這樣就也很可信嘛 我也不這麼認為 尤其是許巧新 他現在很清楚了 他就是承襲了 叫做鯊魚戰術嘛 當他自己發現他出事的時候 他就咬別人 那他最新被他咬到 叫做王毅川 對不對 成為了許巧新 轉移焦點之下的電腳石 但是你要去看啊 杜炳城接下來他繼續被壓在裡面 那檢察官針對他講的這些事情 不好意思 現在不查也不行了 因為已經見報了 檢察官一定要查下去 那在查下去之後呢 如果杜炳城手中沒資料 當然杜炳城掛掉嘛 這不用講了 你沒資料就把人家亂咬 你沒證據把人家亂咬 對不對 檢察官會懷許巧新的清白 但是如果杜炳城手中有東西呢 如果杜炳城手中有東西呢 所以你看喔 許巧新的反應 我覺得他確實也 這個 我其實不知道密歡的習性 到底包不包括慌張啦 這個我不知道啦 因為你看他在那邊發文 到底是老公陪他去 還是老公沒有陪他去 也可以翻供 然後一下子 改那麼多次 他到底要不要講 可是剛剛媒體又拍到了 那我還是寫出來好了 因為他們兩個說詞沒對好 很容易露線 其實我在那邊跟觀眾朋友報告 當天週刊的報導出來的時候 其實呢 他的先生 他在台中市政府當官嘛 當年考會主委 劉彥禮 本來應該去參加 台中市政府的會議 然後記者就要去訪問他 結果劉彥禮呢 當天呢 會議沒去 為什麼沒去呢 他說因為他另有要供 另有重要的供物啊 不去參加這個市政會議 結果後來發現什麼 下午人出現在台北 陪許巧新去提告 原來他的另有要供 是許巧新嗎 我不知道啊 那你看這個說詞一對不起來的時候 馬上說 奇怪 你在週刊的這個報導裡面 有講一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蠻嚴肅的 許巧新不敢提 週刊的報導裡面有講到嘛 就是說他的先生劉彥禮 在之前民進黨在初選 在選舉的期間 曾經做為這個白手套 拿了這個林餘倫 吐給他的資料 給許巧新去攻擊民進黨的候選人 對 我就問台中市政府的官 可不可以做政治攻擊的白手套 他們兩個女兒 對這點到現在沒回答 許巧新就說 我這個信箱竟然收到匿名爆料 我就說 原來你老公是匿名爆料 還是怎麼樣 這中間的這些事情 你老公到底是在台中市政府 當官為市民服務 還是在台中市政府 坐領高薪 坐領甘薪 繼續為你許巧新當選舉的打手 沒有回答 你看 是不是很厲害 他的這個轉移焦點的戰術 不斷地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那他在講說杜秉承是污染源的時候 當然也暴露了 這個一直轉一直轉的許巧新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移動式的污染源 但我們要從一塊來切 是因為潛艦這個東西 到底為什麼那個杜秉承 他會想出潛艦聲紋 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週刊他們去爬梳了一個相關的時序 發現說 因為我們第一時間知道是4月13號 然後原來有媒體去跟許巧新問 然後許巧新就自己有透露 而且他還哭倒在傅昆奇的懷裡 掀開了這整個巧新世家是不是 那接著我們往下走 來看4月17號是不是還在風風火火 而且跟那100萬還解釋不清楚的時候 那吳辰為什麼 他那時候 你看他整理的這個表格寫什麼 許巧新公開反對一次編組七艘潛艦預算 同時說明大估案 那時候他大估這個事情搞得他每天 就是被記者追著跑 然後後續又有什麼OTTD等等這些事情 可是他是先要講為什麼賴清德跟蔡英文 那兩個人在3月份的時候就講到說 後續他希望可以一次把2到8艘的潛艦完整做完 那時候有一些廠商 這樣我們就分不到一杯羹了 於是廠商都還沒出來講 變成許巧新在4月份的時候公開反對一次編組七艘潛艦預算 我先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認識廠商 但是前面的源頭從去年的11月份 許巧新開了一場記者會 當時記者會他特別去咬郭錫 講說郭錫你那個錄音檔什麼什麼的 不只郭錫甚至黃曙光 對 所以我們就會很好奇說奇怪 他就還沒做立委 他也沒去外交國防委員會 顯然他對國防這一塊的興趣超乎我們想像 對 這個我接著阿苗剛剛話講了 就是說許巧新跟他先生劉彥禮 真的是操作媒體跟輿情的高手 那我們知道許巧新他最擅長奉行的 就是所謂鯊魚戰術 就是反正不管別人怎麼樣質疑我 不管現在我是不是存在什麼樣的瑕疵 後面有魚咬上來 沒關係我就咬他比他更快 我再去咬別人把這個焦點轉移掉 這是許巧新一直以來的做法 所以我們看昨天事實上社會包含媒體 大家對他拋出很多疑問 但是許巧新有回答 昨天媒體也有去拋一個疑問 就是說因為現在杜炳城點名說 許巧新跟潛艦國造背後有一些 看起來不正常的關係涉入 那所以事實上 這樣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因為確實大家有關注一個重點 是說許巧新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會 質詢的時候他有拋出這個重點 是主張我們的潛艦國造 一共預計要造八艘 預算不能夠一次編組八艘 因為在今年3月 賴清德當時還是副總統 跟我們的小英總統 當時一起來參訪海昆號的時候 賴清德提到說 未來的計畫是一次把預算編組 後續二到八艘一次做好 那許巧新後續就在 4月的時候就在立法院裡面質詢說 不行我們這個八艘絕對不能一次編好 要一次一艘一艘編 發包要一艘一艘發 那這個事情就非常的奇怪 因為這完全違反我們常理的認知 就是說你看有可能 例如說我們現在要多60架F16V好了 有可能每一艘的廠商是不一樣的嗎 我這個飛機一架一架一架標案這樣標 那60七十幾家廠商來標有可能嗎 我舉個例子跟國防無關了 我們這個製作團隊 我們每天都在做政論對不對 我就每天換另外一個不同的人來做 你看會不會逼死人 光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今天主持人是你明天換職員 然後要年放再來換配役 製作團隊也可以 我們每一天我們都把別的不同單位的 叫過來叫過來做政論 你看會不會逼 不要這樣折磨自己 事實上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這會天下大亂 因為徐曉青他提出的 當時質詢提出理由說 因為一次編讀預算 如果後續原物料上漲 這樣會多花很多錢 不行我反對 我為了省預算 我為了監督一定要一次一次編 可是事實上他這樣的說法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因為大家想嘛 你如果是廠商要來承包海坤號 潛艦國造這麼重大的工程 包含你的零組件 包含你的這些消耗品 包含你的關鍵裝備 你一定是一次進多一點 才會這個價格才能壓了下來嗎 不可能是我一次專門 還要找到很多是特殊性的商員 敏感性的商員 我特別去建立這個管道 最有只近一點點 這樣說也可以壓成本 這完全是違反常理 第二個部分 事實上這個潛艦在新建的過程中 包含涉及到很多關鍵技術的移轉 對啊 那也不可能這麼敏感的技術 我說哇 我們就把它到民間市場上到處灑 我越多廠商知道越好 這也是違反潛艦國造 裡面運作的一個邏輯 再來你說廠商要去造潛艦 這是一個多大的工程 我的船屋的硬體配置前期要準備好 我要請這個頂尖的工程師團隊來進駐 包含工人一定都是要嚴選挑過的 那怎麼可能我花了這麼多前期的成本準備 然後最後想說 那我就標下來建造一艘就好了 至於第二艘 有沒有第二艘 有沒有第三艘 我能夠做到這個案子 不知道 未定之數 那這樣根本不可能省到預算 第一個要嘛是有能力的廠商 他會因為這樣的條件卻步 他覺得我成本無法回收 我不來投標 要嘛是他把這個成本攤平到他的售價中 那你的售價反正整個會高起來嘛 根本不會下降嘛 那最後一點就剛剛跟桂亞講到一樣嘛 你說一個節目如果主持人天天換 這個節目做得好嗎 主持人也需要訓練啊 也要颱風啊 也要口條 也要整個調度全場嘛 像桂亞姐 謝謝讚美 這麼多場 幾百場練下來比假的 那我們潛艦國造一樣嘛 你做潛艦這麼大的工程 整個民間廠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求生欲很強 社會話 潛艦廠在做的時候一定嘛 包含我第一艘可能剛開始進入這個狀況 大家有很多過程要摸索 後面我整個腳步走順了 整個技術流程我通通掌握了 甚至我的潛艦的裝備跟技術 可以再往上提升嘛 從第一艘原型艦到最後第八艘造完之後 中間還可以有技術的迭代升級嗎 那如果你說這八艘 每一艘我都是給一個不同的廠商做 每一個廠商我都要從頭摸索起 這樣我們的建軍怎麼可能會穩固呢 那個船屋要不要讓給別人 還是說你要再蓋一個船屋 那個是一個基礎的 譬如說我廠商在摸索的過程之後 我掌握到了關鍵技術 難道我會免費送給下一家嗎 不可能嘛 一定是我花了這麼多人 養這些人力 終於把這個獨門技術掌握到 我怎麼可能會平白無故去讓給別人 所以許巧琴這樣的質詢 他說要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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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八艘拆開來 是在道理上完全站不住腳了 所以昨天周刊為了問一個問題 事實上是有道理 就是說你為什麼會提出 一個這麼怪方向質詢呢 是不是背後是有一些廠商 跟你遊說 代表了一些某些人聲音 所以你做出這樣一個 違反常理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但是關於這一點 大家昨天有看到 包含到今天為止 有看到許巧欣有任何的回應嗎 他說如果有洩漏的話 然後就是警察把我抓走了 然後因為其實廠商的部分 他就想說我認識的業者 只有一個叫做郭喜 郭喜其實也不是業者 而且郭喜也不認識他 他是互告的關係 互告的關係 那因為許巧欣的部分 除了我們談的這些 其實有很多證據要去支撐 現在不是說就路人於罪 可是在整個社會氛圍上面 剛剛近年是勸他說 不要說話是好事 因為要降低仇恨值 對不對 可是當昨天周刊 在有這樣進一步新的內容爆料之後 我請教柯宇安 因為我看到那個trade河道上面 有非常多人在討論的是說 他們要什麼祭品文啊 要吃雞排啊 要吃火鍋啊 要什麼的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許巧欣 他建立他的形象 但是變成他的仇恨值的部分 大家覺得看到他出事 好像很開心的這個氛圍 其實是在社會上存在的 是這個許巧欣最近看起來 這個仇恨值非常高 不管是這個外界 對他所謂的家庭涉入 這個所謂的架詐欺案 還有後續在所謂的 國會改革修法上面 在議場上面的一些行徑 讓他的仇恨值不斷的被堆高 然後連他的這個所謂的親朋好友 應該是說習日的親朋好友 就算被關在 習日的親朋好友 就算被關在看守所裡面 對他這種割袍斷役的行為 也就是到現在為止 也是非常棄 棄棄棄棄棄棄到最高點 所以才會在研壓庭 什麼該說不該說 通通都報一報 連潛見聲聞這種東西都報出來 所以我常講 這一切一切就是 許巧欣的業力引爆 你家人涉案 那你的態度 你也不要說是在那邊 整天在那邊切割 那你看不要說杜秉承 連林漁倫也是 為什麼他其實要跳出來 去爆料後續的爆料 就是因為對你這種整天切割 關我差事的這種態度 很不爽 那除了在北索裡面 有人對許巧欣的 這個仇恨值非常高之外 在社會上 在網路上面 包含在松信區 很多人對他的仇恨值 也是非常高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最新 這個TPOC的這個調查 他講到說這個罷免案 網路的這個討論度 聲量分析 也就是說 這些這個柱狀圖是所謂的最新 大家討論到罷免誰 最有興趣的一個統計 罷免誰最有興趣呢 第一名不是許巧欣 第一名是葉元之 葉元之現在是這個罷免案的 這個第一名 那再來第二名 就是復婚期 那許巧欣也非常高 那其其他兩個 這個台中的台中的 現在看起來 他們最近看起來比較安靜 這個策略上有奏效了這樣子 那很顯然就會發現到說 這個所以你看 為什麼葉元之現在很緊張 因為大家在網路上 反倒討論他的這個熱度 是非常高的 那不只是在網路上討論 那其實包含在脆上面 這個也有非常多 這個相關的這個記憑文 這個帶大家看一下 那什麼一寸光一寸金 罷免就選這個徐巧欣 那所以有所謂的這個罷兴 關心雞排 那這個這個的邏輯 稍微好一點 上次是說斷腿就要斷腳筋 罷免就罷徐巧欣 這個暴力了一點 這是這是一種八加九的行為 那還暴力 這邊還有想到說 這個徐巧欣關進土城那天 我要在這個左營高鐵站前 發一百杯珍珠奶茶 不發雞排了 然後呢 這個養雞場的雞肢呢 現在出現集體焦慮的情形 然後這個 雞是無辜的 這個貼文已經這個 有一萬人點贊了 那所以就他這邊還有寫到嘛 還有說什麼 這個九百進去關那天 我到底想要買雞排 買珍奶 然後給大家配雞排這件事情 我心想說講到九百 我還以為是大家在慶祝 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今天上看九百 原來是在講今天破九百 原來大家是在講徐巧欣 所以你看在脆上面 其實非常多人開始在發 這樣子的祭品文 那每個人都在講說什麼 徐巧欣今天假設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我就我就要怎樣怎樣 之類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假設徐巧欣有罪 第一個遭殃的 就不是不只是徐巧欣 還有那些雞 那些幾千幾萬隻雞 通通都要被做成雞排 當作祭品 那當然不要說不可能 所以現在看起來 徐巧欣是數案齊發 不要說那個炸氣案 現在搞不好 也不一定燒到他的身上 那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洩密案 絕對是有份 洩密案絕對有份 可是洩密案本來其實因為情節輕重 所以好像本來行度是偏低的 但如果說數案齊發 這樣一層一層疊起來 他假設有什麼緩刑 或者是行度比較低 可以一顆罰金 是不是會被剝奪 而且還有包含像那個 陳廷飛也告他傷害 就是那天在議場這樣推擠 也告他傷害 那杜秉承這個就看北檢要不要辦 反正這個數案齊發 我不會去叫徐巧欣要小心 因為真的要小心的是那些雞 你的結論讓我有點難接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說要發雞牌 然後一萬個人點贊 所以到時候肯定就是 假設真的某一項被定罪的時候 就肯定這個到最後 就是大家一起吃雞牌 可是徐巧欣他就講 你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五個 所以現在好像配譯委員 稍微有找到紅台北 有點名到說在台北的部分 有兩個有 一個是吳佩儀 一個是吳斯堯 說因為林蔭東粥是三腳都 所以藍營現在在想說 我有什麼可以反制的突破口 就往你這邊來了 但我目前我是不知道說 是不是我們那個同溫層的部分 我是沒看到有什麼順口 你會怕你有關係的 那你自己怎麼看 對 因為徐巧欣他就是使出 就是恫嚇術 就是說你們敢罷我的話 我罷你們五個 為什麼 因為他也擔心 因為大家知道 像我們都經歷過 中正華林昌佐反霸 其實罷免真的在看的是什麼 仇恨值 那我們全台灣 不要說雙北 全台灣目前台面上 政治人物不分黨派 仇恨值數一數二高的 徐巧欣絕對是排名在前面的 所以他知道 如果說一旦反霸行動開始起來 他一定是非常危險 所以他就先講說 你們如果敢罷我 我們就罷你們民進黨 他目的是什麼呢 就希望說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 現在開始想要發動罷免徐巧欣 罷免葉原資 罷免羅庭偉 罷免這個廖偉祥的 看到的時候會不會稍微心裡 害怕 撅一下 想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保護佩義 現在是不是 大家先不要罷原資好了 所以我真的很多支持者 是喔 他們有這種犧牲 打電話 對 那時候徐巧欣害先點名 他說台北最好罷就是吳佩義 因為他們那一區撒喀都 本來我們就監困選區 我是我們這一區 第一席民進黨籍選上的 所以說 因為長所委員不換 新聞一出來 對 新聞一出來很多民資者 打開問我說佩義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跟大家講說 先不要去講說要罷免國民黨的 不然到時候他們也來說 要罷我們民進黨怎麼辦 我跟他講說千萬不要怕 繼續罷 我說葉原資要不要罷 葉原資跟我一樣都是立法 法院教委會的 你知道嗎 我們進立法院之後 第一場質詢葉原資就沒來 就沒來 他就去上通告了 他後來說他記錯時間 不可能 你知道嗎 我們進立院都會想說 要給鄉親 要鄉親看看我表現多好 我第一場質詢 我是一個禮拜前就在想說 我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題目已經準備多久了 第一場一定是要經驗登場的 葉原資第一場 竟然就可以忘記時間 你說這樣的立委要罷 當然要罷 所以我跟鄉親講說 千萬不要怕 他現在就是要你們怕 千萬不怕 我們該罷的一定要繼續發起行動 我說我自己別擔心 我會把我自己顧好 為什麼 我們當然是 官方畫面講的是 因為我的政績就非常好看 這也是真的 立刻我就開始整理 我這個政績 上任150天的政績表 我就有點羨慕台中的廖偉祥 因為我聽說現在網友發起的行動 大家幫他整理他的這個反正 他的這個市績表 對 因為他是光速 對 因為他的市績 各式各樣 還沒做你 太值得被大家認識 對 那我的政績表我要自己整理 那馬上我們已經 例如說我爭取中 南機場已經核定設載 馬上今年要開始啟動 萬萬火車站 台鐵明年要打造成特色觀光車站 我們150天 我的成績整個是列出來 超過100項給大家檢驗 好 那但是業員資呢 有什麼政績 所以剛剛那個 上超過100場通告 應該超過 學姐超過 你算少了 所以剛剛阿苗講說 許曉星是行動的污染員 說許曉星他現在 他真的是立法院的污染員 而且是病毒式的污染 你知道嗎 我覺得國民黨這些新科立委 都被許曉星傳染了 大家想說看曉星過去 每天上節目 然後用這個造謠式的話題 博聲量 好像選舉就不用努力跑基層 地方沒有服務 都沒有關係 照樣可以高票當選 所以其他每個有樣學樣 好 現在來了 你說反吧也是要理由輸了 業員資請問你列出來 你要列什麼 你知道嗎 我連板橋的民眾都來跟我澄清說 板橋火車站 那個指標系統 為什麼那麼亂 台鐵的 因為他們看到說 我有在這裡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 很多外國人說很容易迷路 對 就我今天要求台鐵 已經開始在做整個指標系統的改造 明年就要開始啟動了 大家看到 連板橋都來跟我稱讚 我還親自去板橋火車站會看 我連板橋都在跨區服務 所以業員資 然後其他國民黨新科立委 我發現他們已經開始會害怕 開始在回房選區了 因為真正 你說現在在立法院感受到的氛圍 是他們回房選區 所以你看是人比較早來 還是說他們可能早上來 然後下午立刻回去 然後給他顧裝 沒有就是開始知道說 要顧選區的服務 不是只有人出現就好 業員資以前是找不 連人都找不到 更不用說服務嘛 你不只要跑 你要服務 然後你要爭取建設 你要爭取福利 爭取權益 要做給民眾看 那這個是第一個 以政績來說 我們絕對不怕 所以最重要 我要告訴我們支持者說 如果你認為你的選區的藍營立委 藍白立委是不是認得 不管是他在你選區的經營 還是他在立法院裡面 違背民意去通過這個擴權法案 該罷免要提出來 我們有正當理由就去提 不需要被徐曉星這種恐嚇訴 說萬一來佩義也被提罷免怎麼辦 千萬不用害怕 我們自己非常行得穩 而且我們會把自己顧得很好 再來是講 我剛剛講說 罷免就是看仇恨值 徐曉星絕對是全台灣罷免 這個仇恨值數一數二 那我自己相當不擔心 因為我們這一區 雖然說在選舉期間 這個我們是桑卡都 所以這個選票支持度都很接近 但是呢 39 34跟23 支持度都很接近 但是我的好感度 從頭到尾都是領先 藍白的對手 所以呢 這個我們完全就是不擔心 所以我說 現在我們各地的 這個青鳥行動 不需要去顧慮我們政黨之間的競爭 公民本來就有罷免的權利 如果你的選區的藍營立委是不是 大家請勇敢去罷 千萬不用擔心我們 川哥我想請教 因為今天 就是說罷免高宏安這個事情 我們想說 不是724就已經要宣判了嗎 是不是你就是 這個富士長去代理就好 不過聽說有一些新調人 感覺動不掉 所以他們也開始有這個連署的行為 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因為昨天在議會 現在開議嘛 那議會在質詢的時候 劉康彥議員就去問 請教一下 你新竹棒球場 我來我 你的圖你不是要送美國去掩嗎 掩到哪裡去 我們整個軍都去證書了 這事情是9年的事情 9年的5月去歐圖對不對 對 我們電視討論的時候 他講的什麼大聯盟的東西 高額夫球場的什麼排水 我們還拿著桌子 在解釋說他們賺水是怎麼用的 怎麼用的 我還說不是 台灣很多實驗室 台灣很多實驗室 你把去實驗室 把那個土放下去 實驗室就可以告訴你說 他那個可以透多少水 百分比多少 台灣一堆大學的實驗室 都可以做 民間的實驗室 也都可以做 為什麼要送到美國 那時候我會記憲室 第一次政府跟我們說 人家美國是大聯盟指定的 什麼土壤的什麼公司 我們差在說不是 他開始在做什麼公圈什麼 好 他是不是跟我們說一個結論 你記得去年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那個新竹棒球場的 那個土的那個什麼排水性 還比不上 有沒有 比不上什麼國中國小的 什麼操場什麼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全都叫客氣 結果原來現在劉康彥門外說 欸 那土呢 說那土又是 又是那些公司 那土是台灣 沒有送去 我說那個土 測試完一次就不能用了 他為什麼要搖七包 他搖很多包 因為他才有油味的嘛 就是說你那個土放上去 實驗室以後 那個水澆灌下去之後啊 那土不能說 不然我把他打個包 打個包 再站回台灣 還怕不行啦 所以他當時是取樣嘛 取樣 然後去做這個測試 結果七包 現在叫劉康彥門外說 那七包還在 你去年跟我們說什麼 連國中國小什麼操場 什麼運動場的 排水都不足 但現在到底誰說謊 現在到底誰說謊 現在我今天看新竹市政府說 不是啦 當時那一家 這個公司是義務幫忙 他現在又說義務幫忙 不是有標案嗎 不是標案嗎 對啊 那又說義務幫忙 我現在知道他的話術 他說 那個要驗的那些事情 是義務幫忙 那個標案 標案裡頭沒有驗途 所以因為他要義務幫忙 所以代表他不一定要完成 就是說我去土獲獲獲 我要來義務幫你驗 可是因為也不是標案 到最後我就不要驗了 到我們可能市政府說 我們是義務的 你沒有幫忙 沒有幫忙就算了 另外有一個標案 是要去驗的嘛 要去驗的 因為你這樣說 我現在有開始 我想說我的標案 看得清楚 到底有要驗途嗎 沒有要驗途 我來研究一下 因為他那個標案的內容 也沒有寫得很清楚 那那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前後的這個股東 又跟他那個什麼拔 宣拔 對 相關的人有關嘛 大家才會懷疑說 你到底在捕什麼 那現在到底新竹市政府 講不清楚 那這包圖現在到底是什麼 總共有去驗過嗎 是誰驗的 在哪裡驗的 那你之前跟我們講說 連那個國中小的什麼操場 什麼棒球場的那個什麼 規格都不及格 比他那個還糟糕 你當時講這些數據 到底是哪裡來的 我跟新竹市議員這樣一年多 你知道這個標案多少錢嗎 我想說有點失憶的來查一下 一百八十萬 一百八十萬 你現在把我處理到哪裡 說不知道這樣就可以嗎 對 各位記得我們當時說 台灣很多大學的實驗室 我記得 我還找了交大土木系的實驗室 我說他們有土朗力學實驗室 然後中央大學土木系 這桶也很近 這個也有 中央他們也有土朗力學實驗室 你就送給這兩個大學的實驗室院 社會不會有爭議啊 你為什麼要送到美國去 送去如果去用釣包呢 我們也不知道啊 你如果封完 然後交給中央大學 交給交通大學土木系 高了 學校不會跟你亂用 學校教授學生 量量的數據照材就給你了 結果後來發現那七包 現在到底那七包長怎樣 這個新竹市議員繼續追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從頭到尾 我們全軍 都去新竹市政府給我們掙承 川哥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都跟人家聊什麼 可以聊到說 你身材有要扭嗎 但是現在新的進展 新的進展是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還不是新北市議員 是台北市議員劉采維說 我願意當反對黃國昌的第一人 那昨天是李明賢坐在那邊 李明賢說 唯一支持李四川 所以他是反昌第二人 對 那不是 因為黃國昌他心心念念 連上個廁所都要問人家整合 或是你讓這個事情 那你會怎麼看他 不是我像我們下了節目 那我跟蕭敬妍一起下節目 那我們在廁所的時候 我就說蕭敬妍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他說等一下要去回家 我說那等一下我有談 那就是聊這些無聊的事 不會去聊什麼 蕭敬妍你們主力論 該給我一個算 不會聊這種事 我跟你講 廁所是一個很重要 談論事情的地方 各位知道雙方如果要談判 一定是個別都有廁所 因為廁所是最容易寫漏秘的 因為去到那裡 反正就是亂聊 所以你看兩方談判的時候 各自都有各自的廁所 而且男生廁所跟女生廁所不太一樣 男生廁所因為有站一排的 也有關門的對不對 通常有時候在關門裡面也有人 所以在外面站一排的時候 在那邊聊天關門裡面的人都聽得到 或者是關門裡面的那個人 正在跟別人講說 我跟你說王毅川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正在外面說 你現在是在說什麼 就是在廁所裡頭 大家速戰速決 所以黃國昌現在說這些話 現在當然 叫李明賢兩個都對不起來 然後大家用的文字台語什麼 講台語講國語 又羅生門 但是無論如何 環境骨瘡就是 藝術就是在問說 如果我要選擇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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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個 比明條啊 比明條 我衝私表 多少人都會到背爐流 我現在是流量王 所以很清楚 黃國昌就已經表態他要選新北市長 而且他在打聽國民黨的態度 代表說國民黨到現在沒有人給他承諾 可能包括侯友宜 我們進行說侯友宜 可能支持 侯友宜也否認 這件事情 這應該是說比較像是黃國昌到處 侯友宜在對 他就去蹭嘛 那鏡頭一定要同框嘛 那感覺說 我們兩個就是這樣 你兄我弟 那個氣氛 可能譬如說他覺得李明賢 可能李明賢 這個人跟他講話 或是怎樣 他在探討一個李明賢的態度 搞不好他想說李明賢 可能會回答他說 你要跟拚 搞不好有機會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問問呂家愷 因為新北市議員的意見 應該比台北市議員的意見還重要 所以我說黃國昌絕對不用 不只問李明賢 他有問張家俊啊 你姐姐是不是 要選新北 他應該遇到國民黨的多少都會問 然後他要知道 國民黨內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 有同台過嗎 你有去問過嗎 黃國昌沒有 沒有同台還是沒有問過 同台可能會罵他 連戲子都不敢選 戲子人看到他現在都氣得要 戲子人氣死了 我昨天聽那個明賢哥在講 他說啊 國民黨這一些新科的 剛剛佩音是講說 他們要這個回房嗎 要顧選區顧服務對不對 他說 很多新科的這些立委 要幫他們做什麼 心理輔導 幫他們做心理建設 因為他們真的會刺 真的會坐立難安 真的覺得我要死了死了 你看我才上了四五個月 怎麼就要罷免我了 會怕嗎 我是覺得應該對我們自己的這些年輕夥伴 很多都認識 應該有點信心 他們可以 這個很多是2018T就選上了 然後2022很多又高挑連任 然後這次有機會被提名 然後有機會選上立委 我是覺得他們沒有這麼弱 但是剛才佩音講到葉原資 我必須要幫他講一下 因為這個昨天這個在友台的時候 我們板橋的劉美方議員他有去 然後剛好就是講到說黃國昌 因為他在討論黃國昌想選新北市 我說他最近連在板橋都很積極的在跑行程 然後美方議員說他很常遇到他 然後主持人就問說 那你是比較常遇到黃國昌 還是比較常遇到葉原資 然後結果美方議員說這個不好說 對不好說 什麼意思 就不好說 但他後來有補一句 還是遇到葉原資應該是比較多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來我們在在座來賓遇到葉原資比例 一天一週要遇到幾次 趕快想一下想一下 我遇很多次耶 天天都遇到 在電視台遇到 在電視台遇到 不是在彈橋喔 我至少有一個人可以遇到三次 對所以還好 原資是時間管理大師 他可能這個節目上曝光也很重要 然後地方服務也做得非常的勤 對但是最近大家可以去注意他的臉書 真的開始加重在地方服務的比例 所以說從他就可以看得出來喔 雖然他不算年輕世代 但是畢竟是新科的這些例 很多確實現在都已經開始在揮防選區 但是一方面也確實是前陣子表決大戰嘛 然後都假動 大家可能也比較少時間 可以再做地方服務 那現在比較多是在地方上 所以說會不會有緊張感 會不會有危機感 我相信一定會有啦 那因為你剛有吐槽那個黃國昌 你是講說你是戲子人嘛 那他之前那個選區也是棄選嘛 現在已經他那個笑聲的肉 已經想到說國民黨會不會讓對不對 那我想因為剛剛最好笑的是 劉采薇本來態度不是說他是反昌第一人嗎 他最新消息他說 他後來想一想做民調也可以 我想說誰啊你現在怎樣 你是要有一個聲量之後 然後打完就跑喔 明年藍白河的泰式都還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話先不要講得太早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怎麼還會有人在笑想藍白河呢 而且去年被這個柯文哲玩得還不夠嗎 真的是我看網友很多都在講 包含連我們國民黨自己的黨員都在講 真的是傻子才會在幻想 想要跟民眾黨去合作嗎 這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更不用講黃國昌耶 我覺得可能國民黨黨員 討厭黃國昌的比例 應該比討厭柯文哲還要高非常多 黃國昌過去那個 拜託國民黨在哪裡 他就絕對是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這個樣子 那他現在跑去跟民眾黨合作 然後現在已經蹭到真的是 只差沒有 拜託主席 謝謝主席 拜託國民黨 謝謝國民黨 謝謝你們讓我選新北市長 就你們讓我選新北市長 他現在只差這個樣子 連蹭到 你看上次我們在節目裡面 已經幫大家分析 他故意裝作不認識張立善 還故意想要去套張家俊的話 說你姐姐 然後張家俊就傻傻的 我沒有姐姐 你覺得是故意的 我覺得他是故意去套話 黃國昌沒有這麼傻 然後你說這個 他跟這個民賢哥去 上廁所 發生這個拉鍊門的事件 你說這個到廁所去講 真的民賢哥平常 這個我們兩個也很常在廁所遇到 因為常常這個上節目 結束就會遇到 民賢哥平常是習慣 習慣講台語 那所以說這個民賢哥有出來講說 是本來他們在這個節目錄影 錄影的時候 剛好有討論到新北市長這一題 所以結束的時候 剛好又在廁所遇到 延續著他們就一起就一直講 但不管是誰主動 明賢哥主動還是黃國昌主動 黃國昌你有沒有問說 你們會不會理樣 有沒有要比民調這件事情 看起來是有 他們兩個直接出來講 雖然誰主動 還是說用什麼語言 台語還是國語 有一點落差 但是看起來你們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這不是代表說黃國昌 你就是真的有在幻想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國民黨又不是沒有人 那我不確定黨 黨中央有沒有做民調 或者是各大媒體 有沒有做民調 我相信如果現在有做民調的話 黃國昌絕對不會是最強的那一個 那意思是說你們可以接受做民調 是國民黨的態度 那這樣就變成黃國昌 他就更有機會堂而皇之 反正國民黨有那個意思 我們就黏上去就好了 對這個就回到整體策略問題 這個就跟我在講藍白盒一樣 在去年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還覺得說 國民黨也還覺得說 柯文哲沒有什麼 你根本一開始策略 你就應該是邊緣化柯文哲 不需要特別去提柯文哲 可是我們的主席在講說 柯文哲很重要 沒有柯文哲我們會輸 一定要民眾黨 明天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然後被講 大家就覺得說 已經被關注觀念就是 我們一定要跟民眾黨合作 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那所以說 後來柯文哲為什麼要跟你合作 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國民黨 沒有弱成這樣嗎 朱立雲當了八年市長 侯友宜現在也要當了八年市長 然後侯友宜前兩次還贏那麼多 我們難道沒有信心 下一次我們推的候選人 能夠有機會站穩立基嗎 還是要靠黃國昌 有沒有搞錯啊 黃國昌是一個只有聲量 沒有地方經營的人嗎 因為大家知道 他最近號稱很積極的在跑基層 可是我就講真的 戲子他都不敢出現 他不是跑去還去趁侯友宜的 這個什麼行動治理座談會嗎 你下次算算看 你在戲子遇到他的機會好不好 就很少 因為他不敢回來 因為他之前在我們這個選區 大家不要忘記了 已經被唾棄了 對他也被提過罷免 連鄰居都對氣他氣得要死 對地方的里長 我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地方遇到里長 這個節目上沒辦法公開播 他遇到 講到黃國昌就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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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就吹哨子 所以這個還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黃國昌為什麼 你行動治理座談會 你怎麼不敢來戲子 你拜票 你怎麼不敢來戲子 你設服務處 你怎麼不敢設在戲子 大部分大家會講說 一個政治人物有本命區嘛 你的本命區 應該是這個在戲子嘛 所以看起來 你是連在本命區的命都沒有了 你才不敢擺在這一邊嘛 來 晃哥要補充 剛剛那個劉采薇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反串 在反串 對 他是說齁 我贊成啊 我贊成黃國昌來比民調 這樣他會死得更快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對國民黨的 潛在的可能的候選人 不管是李四川劉慧然也好 他認為比民調的話 黃國昌絕對不會贏 所以我覺得其實劉采薇的話 是有代表性 因為劉采薇他不算深藍 他應該算是正藍軍 就他的問政風格 其實不算是非常深藍 很偏激的那一種 那對於劉采薇的表態 我認為他是在側一個風向 就是說國民黨要不要 需不需要 要具體考慮藍白河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一定要幫國民黨回憶一下 俊悅飯店的武漢肺炎 好 那那個畫面 希望國民黨黨員 時時刻刻牢記在心 我相信靖妍現在晚上睡覺前 應該都會想起那個畫面 時時刻刻牢記在心 最後去年藍白河的下場 就是最後兩個人都輸掉 毫有於差點變成老三 那今年如果2026年 你們再搞一次藍白河的話 其實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一對一的對決未必不好選 我從總統選舉 我就這樣講過 一對一的對決未必不好選 撒卡都的選舉反而更難選 特別是黃國昌 他現在我當然知道 他打什麼如意算盤 他現在是反正他有空優 他覺得他空戰很強 那我就逼你國民黨來比民調 最後比民調他有信心他會贏 但是黃國昌 國民黨的民調跟你認識的民調不一樣 那柯文哲的民調跟你認識的民調 也不一樣啊 兩個人 後來那個數字到底要讓幾% 現在先敲好說要讓幾%吧 昨天不是有一張照片嗎 侯友宜坐這邊 然後館長昨天黃國昌在後面 那侯友宜手是這樣 那我幫他設計一個對白 就黃國昌在問說 民調要差幾% 侯友宜是這樣 10% 誰讓誰 當然是黃國昌要讓國民黨10% 這是我的設計對白 大家博君一笑而已 我相信黃國昌應該連10%都沒有 但我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黃國昌到底為什麼要問 明顯哥這件事 我必須要講 明顯哥不是昨天在節目公開表態而已 他之前就已經公開講過 他都支持李四川 他支持李四川 對 那普遍講實話 現在大家黨內會認為說 如果要選新北市場的話 這個李四川可能會是最強最合適的人選 只是看他要不要選而已 所以黃國昌鐵定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去問明顯哥的目的 是想要問他說 李四川到底有沒有要選 他的目的是在這邊 但是吳春城提供一個意見 現在不是那個青鳥行動 你不是青鳥要下鄉嗎 現在我們看到是吳春城 吳春城說 來電視辯論啊 辯論啊敢不敢 想說民進黨會不敢嗎 對不對 要辯什麼 要辯什麼 如果要辯當時是委員會可以辯 因為這個委員會要標示 進行也可以辯 對啊 你現在法要辯論 當時是什麼人違反這一個程序正義 然後違法投票 對不對 這整個都違反相關的程序正義 又違法投票 這種都倒了 你現在跟我說為什麼不辯論 我跟你講民眾黨就是怕到了 沒有啦 你先把這個前提拿掉 我們先不講說那個程序不正義 如果要辯論民進黨派你去好嗎 我沒問題啊 沒問題 你可以指定對手嗎 你總是覺得民眾黨 要派出一個像樣的吧 對啦 我跟你講我們民進黨為了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們柯總照片 今天討論我們很多法案 就叫這個立法院這改革有關 有關係的法案 真改革的法案 其實討論非常多次 那裡面專家 大家真的都專家 我第一次去聽的時候 我也聽聽到 聽到老闆說 因為那個整個法是要有一個邏輯的 不是這樣單點是說這裡改一個字 那裡改一個字 那個整個順下來是要有一個邏輯 所以如果說要辯論 不管電視辯論廟口開講什麼都可以 不然叫三立來頒 對不對 大家總統派一個來 看今天要辯論什麼總統去立法院 要不要一對一 議題很多啦 你看是要聊第25條 還是什麼47條48條49條 現在不想出來辯的 不想要出來說明的 民進黨說要說明 民進黨現在我們社長從拜五開始 拜五除了華連以外其他六都 全部都拜好了 像佩儀教阿苗 他們這個台北市 就是禮拜天的下午 禮拜天的下午 這全部都拜好了 國民黨也拜 國民黨現在拜一張台南 民眾黨到現在都沒有拜 他們只要說 沒有大家在辯論 民眾黨你也一起下鄉 現在不是政黨在辦 連金明年都在辦 就那個青鳥活動的主辦單位 他們常常在淡水在板橋 他們也鎖定幾個地方 他們也要辦 現在是全台灣到假日台 都在討論這件事 所以民眾黨你要跟上來 不要用搶的 用話的 要辯論沒有人怕 但是你們最好也下鄉 去面對 他們要下鄉了 他們說要下鄉 然後 你們一開始說他們沒有了 對 一開始說 浪費社會資源 連三天火都在直播 我們都在講道理 現在再過一天之後 我們有在討論 要去廟口開講 對 吳村整個都要說 不然我們來電視辯論 電視辯論 他還要爆牌 你不覺得這就是爆牌嗎 我們要去廟口開講 我們也要電視辯論 我們都不怕 我們也有開直播 像你們民進黨 沒有直播 沒有什麼什麼 抱歉 那瓦馬的直播 跟晚上十二點一點 還四千幾人在看 瓦馬現在慶齋開直播 因為瓦馬現在開直播 都是開晚上 都在講這個 國會改革的這一些內容 看的人非常多 那種廟口 慶齋開都幾六千人 只要講到國會改革 非常多的人想要看 所以民眾黨不要以為 你們在開直播 然後就想要閃過 跟人民對話的機會 那我請教育安 就是說黃國昌他的盤算 大家想說 原來你連上廁所的時候 滿腦子都在這個世界裡面 可是我們要再拉遠戰場 再拉到那個辯論那件事情 吳春城講辯論 朗東他認為說 吳春城為什麼會講這個 吳春城是算是跟黃珊珊 就是說你們民眾黨 其實有一些圈圈 那黃國昌的圈圈 剛好跟吳春城的圈圈 可能不是一樣的 所以柯文哲講說 就在立法院辯論就好啦 不要浪費社會資源啊 對不對 重點是浪費社會資源 他就根本不用下鄉 不用去廟口 那邊動那麼多人 多疼耶 然後黃國昌說 我們有在安排廟口開獎 那吳春城說不用去廟口開獎 我們乾脆就弄一個電視辯論就好了 這要聽誰的啊 對這個我要先更正一下 不是你們民眾黨 你現在不是 是他們民眾黨 好他們民眾黨 你也缺歌了 前東家 前東家 特此更正好不好 然後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騙子能夠騙幾次 是靠傻子決定的嘛 所以很明顯 國民黨一指裡面 就是有一群人 一群傻子 對 妄想藍白河嘛 那就是不斷地去傳達這樣資訊 其實我不知道說 民賢哥到底他完整的架構是什麼 但很顯然他也是 就算不是 就算到底今天不知道 到底是誰主動的嘛 現在看起來 不知道到底是黃國昌主動 還是李民賢主動 但終究兩個人在裡面 在那場廁所會談當中 就是有談到要禮讓這件事情 那我講真的 就像我那天在那個節目上碰到博弈 我說你們國民黨裡面的人 就是要堅定 就是你們要堅定起來 反對藍白河的聲音越多 那民眾黨就不會打你們的如意算盤 就像民眾黨現在有可能去打 他們 柯文哲之前也講 台北市他要綠白河 問題是這個議題炒作得起來嗎 根本炒作不起來嘛 所以這就是看說你這個政黨裡面 這種投降派的人 投機派的人越多 那藍白河的議題被發酵的可能性就越大嘛 這這本來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到二零二六 肯定還會一直在討論藍白河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裡面就是有一票人 整天都在報這樣子的春秋大盟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講到柯文哲 就我這邊一定要特別幫柯文哲講話一下 就是說每次遇到那種 就是黨內裡面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掉的問題 他一定都會用這句話來回 他就說什麼 那個民主國家一個黨 有很多聲音很正常 民主國家一個一個黨裡面 只有一種聲音 只有北韓這種國家才會有一種聲音 其他所以民主國家裡面 我們大家在一個政黨裡面 大家意見不同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鬼扯嘛 因為第一個 柯文哲講說 你要在立法院討論就好 那我講真的 你底下這八席要不要去同意複議案 你去同意複議案就好 你就開放 不是說就是不要團進團出嗎 那就不要團進團出 就算黃國昌他現在反對複議案 那其他八席都同意嘛 你開放投票看到最後是 大家自由投票 看最後出來結果是什麼嘛 所以我講真的 你要讓法案回到立法院裡面去討論 那就同意複議案 把法案回到委員會裡面 好好的一條一條一起修正 我覺得你真的高見很棒喔 但是問題就不可能嘛 不可能所以我才會跟他這邊講一些 所以才是他的民眾黨啊 對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不要整天想要當聖人 在那邊墊高自己嘛 大家忘記了 你看他之前不是講說什麼 喊口號不會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結果519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下面 喊得多大聲 那口號喊得多大聲 那我就問嘛 你到時候黃國昌辦這個廟口開獎的時候 你柯文哲會不會到現場去喊口號 我就問嘛 你如果真的要貫徹意志 你就不要出現啊 你就叫你們這家的立委這一次投票 不要團進團出 就是你就貫徹你的意志嘛 再來我再講到吳春成 吳春成其實講真的 我覺得他的話不用太認真去聽啦 我覺得他八成就是公關公司缺案子嘛 所以他想要弄個辯論會來接案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黨內都很清楚 民眾黨內都很清楚嘛 吳春成的案子就是又貴又沒有成效 國民黨也是之前的受害者之一嘛 以前他們都做國民黨的比較多 選舉一個專案幾百萬幾百萬在賣 然後現在當了立委沒有案子做 所以當然要搞點事情來做嘛 但是吳春成你忘了喔 你是立委耶 不是跟我們一樣是YouTuber對不對 我們YouTuber還可以在那邊敲碗說 我們想看這個阿苗跟國昌老師在那邊辯論嘛 我們還可以這樣敲碗 你不行耶 你法案你都舉手通過了 你們藍白都舉手通過了 然後現在才在那邊講說什麼要找人來辯論 對 這件事情合理嗎 對不對 那國昌老師辦廟口開獎 我覺得那都是過去一貫的風格嘛 其實沒有什麼太特殊的這個操作 也就是說他們過去都辦過 而且成效差不多也就是那個樣子嘛 那只是觀察點在於是說 到底這一次這個新北的場次要辦幾場 就是我們就看嘛 當然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想選新北嘛 他會不會把所有的廟口開獎 把所有黨的資源都辦在新北市 是因為現在看起來是他說要辦的嘛 對 那他會不會把整個黨的資源都辦在新北市裡面 那那個感覺就像是 我們現在是不是我們找那個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來做一場辯論 沒有啊你搞錯了選舉都結束了 其實還說你要找人 找那些總統候選來辯論 你在搞笑嗎對不對 對阿苗 他想要趁賴清德這個來賓嘛 我意思就是說吳春城他對賴清德發出辯論的邀請 實際上他就是要下課上把賴清德拉進黃國昌設定好的戰場 不過我覺得這完全會被看破手腳 因為我早就已經認為接下來的劇本他們會這樣演 所以呢我5月19號的時候我早就已經公開講過說 我歡迎藍白的立委可以來跟我辯論 那如果說一個人覺得辯論太累 總共呢62個人要一起上輪流車輪戰也可以 但是呢一直到 一個哪62個 我覺得這是公共議題嘛 大家都可以講對不對 在大法官講最後一句話之前大家都可以講 那既然你覺得你有道理來講 那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到目前為止 也三個多禮拜 也沒有人來聯絡我說要辯論 那吳春城今天講這個分明就是打假球嘛 因為他非常清楚 我知道在今天任何一個民主憲政國家 立法院在討論複議案的時候 總統怎麼會跑出來去跟戰野黨的主席辯論 所以他發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邀請 目的是什麼 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調你們民進黨的人說 我們不會接受這個 然後他就說你看你不敢 你說了 我有疑問 吳春城他的辯論有要求一定要是賴清德當主帥嗎 他有一個構想 我跟你講他有構想 他說要辦三場 對 第一場要由三黨主席先出來 三黨主席是誰 不就朱立倫 柯文哲和賴清德 對不對 總統選舉rong two 我告訴你 我比民眾黨的支持者 看他們講的話看得更清楚 然後他的rong two 就是要什麼 第二場要由立法院裡面的立委 各黨代表 對 派代表出來 還有第三場 他說要學者專家出來辯論 奇怪了 立法院的程序裡面 學者專家出來發表意見 是要在公聽會的時候 對不對 對 過去黃國昌罵浮帽黑箱 浮帽辦了16場公聽會 現在黃國昌他說有辦三場的三場就公開透明 那你吳春城今天說要補辦第四場 你是不是不給黃國昌面子 我就跟大家先劇透 你再過兩天你看看 他們會不會講這樣 包括說黃國昌也是啊 吳春城先出來喊 我這個為什麼要下鄉 下鄉是激化挑弄民眾的情緒 為什麼要下鄉 然後黃國昌馬上就說 民進黨下鄉是去散播謠言 然後後來發現說不行啊 國民黨也有這個拿照要出來下鄉 我覺得你台語很好 你發音是非常標準的 最近幾天 我一直聽到有人在亂唸台語 這樣很不好 人是拿照行動 拿照 這一點要說給清楚 那突然看到說大藍要有藍鳥行動 黃國昌和突然轉彎說 那不然我們也來下鄉 對不對 說不定在哪裡 又跟什麼大藍不期而遇又可以問他 那你看他們就一直在玩這種包牌的遊戲 然後呢 他們故意不提醒他們支持者一點說 現在他已經把法案應推三讀通過了 我最近看到很多他們的支持者都在講說 對啦 對啦 我跟你講這法條大多數是沒有問題啦 那少部分確實有爭議啦 這個定義不清楚 確實應該多討論啦 我覺得應該多討論 我就問黃國昌立委 你有沒有告訴你們這些 覺得該多討論的支持者是不是 5月28號已經三讀通過了 然後呢現在我要看到他們釋放給 他們支持者的說法是 我們就靜待大法官做出決定 我想這麼奇怪 什麼叫做 你一個立法委員 把一個有爭議的法案 硬推到過之後呢 他就說大家不要吵 我們靜待大法官來做出決定 這樣什麼意思 你開車闖紅燈撞到人了之後 你說你們通通不要吵喔 我們靜待司法 在司法出來之前 你都不要來跟我吵 不要來跟我講我的責任的問題 這是什麼態度 這就是政治上面造勢逃逸的態度 現在他們就是打算這樣啊 你已經造勢了 你已經把一個高度違憲疑慮的法律 在立法院裡面 霸王硬上公嘛 把他通過了嘛 現在來說 我們靜待司法 然後一邊在直播裡面 偷偷批評大法官 對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都有去看郭昌老師的直播 他在裡面講什麼 我都很清楚 吳珍齁 我們了解一下他這個程序 現在已經進行到行政院提複議嘛 那總統合可了嘛 那合可之後呢 要再回到立法院要來提複議 可是呢 現在的問題是說 說6月14號會排到立法院院會報告事項2到4案 那在複議期滿前 有三次院會 我們現在推論說 到底會是哪一天喔 看起來齁 很多媒體報導說 6月18的可能性還算蠻高 但是有幾個都可能齁 618 621 625都有可能來投票表決 那本來有一個插曲是 那個財政委員會要 看一看去上班 那一團已經取消了 因為時間剛好跟618是有衝突的 所以現在你們民進黨的目標跟想法 我看在這個週末其實就已經有很多場了 我這樣子 兩天加起來起碼有六場嘛 然後614是禮拜五嘛 禮拜五傍晚在花蓮也有一場 所以你們已經開始全面啟動了 那國民黨的部分呢 說要辦22 應該是22場還是要上白場 我不確定 租立人今天中場會說要辦白場 白場說明會 可是6月18到25之間就要你們 那白場就每天都要辦10場左右 這個我有一點不好意思講 因為這個我們自己長期在組織部門服務 白場說明會 我們每一年都會辦幹部訓練 小組長訓練 我猜有87%的機率應該 包裝在裡面是不是 好來 吳蓁 對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是蠻趕的 因為我們辦這個說明會 當然其中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說可以去促成足夠的人民 來關注這件事情 社會上民意壓力形成 讓立法院重新來審慎 這個複議案到底要不要接受 對不對 那現在 今天包含柯建民總召 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直接去跟傅崑奇講這個事情 那因為包含說複議案進來表決之前 還要叫左翁太來行政 立法院接受背詢 對 那背詢就說 那是例如說要三個政黨 國民黨九個委員去質詢 民進黨九個委員質詢 民眾黨兩個992 還說551呢 之類的這樣的比例 那聽柯建民是說 傅崑奇說法是551 趕快弄一弄質詢就好了 不要花太多時間 趕快質詢完 趕快表決了 同一天啦 上午可能 同一天喔 就去問一下左翁太 下午就來投票這樣 所以看起來 國民黨是要趕這個時間 六一四有可能是不是 應該說 所以現在看起來 應該最快 因為包含這個禮拜五 才要進立法院報告 院會的報告事項 所以最快就下禮拜 下禮拜二或下禮拜五 十八或者二十一 看起來這兩個時間 都是有相當可能的 所以這方面 我們當然是要趕這個時間 所以看到說 其實包含禮拜五 第一場首發場在花蓮 我也會去 那在這一個週末六日兩天 其實六都 我們就六都齊發 所有這個場次都會來舉辦了 就是要讓人民一起來關注 好大家一起來關注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的問題 那最後還是講回來了 這個不管是民眾黨 國民黨 現在包含說 要來辦說明會 包含說要來講辯論 都非常可笑 本末倒置 因為民進黨 我們一直以來立場 都是沒有討論沒有民主 你沒有在立法院 好好把法案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要辦說明會 來補充說明 國民黨現在辦什麼 你是自己承認 你沒收立法院討論 然後你沒有讓人民好好清楚 這個法案到底在過什麼 那你辦之前 應該要先道歉 為什麼你不讓人民 有知的權利 然後民眾黨說要辯論更可笑 剛剛大家都講 立法院就最好的辯論舞台 你在委員會變 你在黨團協商變 你在真正有實質影響 立法不變 然後現在說 我們出來講 對 所以不管是賴清德 主席總統到個別委員 你現在說要辯 我們都覺得本末倒置 你這個做法就好像 一般我們正常人是 先談感情 再來看要不要結婚 你現在是山寨大王 把人家先掳走 先把牆變成鴨蛋夫人說 那我們再回來 慢慢跟你談感情 我想說我跟你接受 那不是我得斯德摩 哥爾摩症候群了嗎 我幹嘛配合你這個 你根本整個程序都亂了 先跟人民道歉嗎 你們為什麼用多數暴力強行 把這個這麼多爭議的東西 強行通過 然後根本不讓大家知道清楚 我覺得民眾黨八票 只要支持行政院覆議案 這案子重新回文 就有機會變那麼 你愛變多久都可以 所以其實剛柯玉安到 這個晃哥講的建議 我都請他們放在心上 不要把程序電動拜 對不對 那面對事情我們要問的是 你第一時間的反應 第一時間反應能代表什麼 也不能代表什麼 這是什麼哲學 不是這是一種心理學 許巧欣的心 許巧欣在大姑 設詐騙案的時候 她敢嗆說 如果我老公有設案就離婚 我有設案就辭職 但是呢 在阿苗研究她的OTTD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神4LV的這個洋裝 她馬上就可以在記者的面前 那邊脫外套說 你看我穿的是平價的品牌 但是昨天 杜炳城反咬許巧欣 涉嫌的案子的時候 她怎麼不敢面對記者呢 那麼熱愛聲量的秘歡 怎麼會棄聲量於不顧呢 種種的疑問都不是來自別人 這個源頭是來自 許巧欣的大姑夫 許之杜炳城 那至於解答的部分 北檢說他們將會 進一步的提訓杜炳城來做說明 那這也關係著 許巧欣她的心情 能不能夠繼續好下去 明年同一時間 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